靈歌,靈歌跟普通唱歌有什麽分別? 你們帶你進班,我也鼓勵你們有靈歌 靈歌可以有幾種 一種是,你就是隨意地唱 Hallelujah, oh yes, oh oh 就是神的靈感動你就唱出來 另外一種是用一些很簡單的音樂,你就配一些字進去 例如你用Hallelujah的音樂 我愛耶穌,耶穌,我愛耶穌 可以去不同,就是順著聖靈的感動 這種靈歌有什麽重要性呢? 因為唱一首歌的時候,我們就會被這個歌詞帶領 也某方面是被這個歌詞進去 這個內容就跟著這個歌詞 但靈歌是怎麽樣呢?是很自由的 Oh,耶穌,耶穌,我愛你 到底是耶穌,在我身旁 耶穌,安慰我的心 這隨著聖靈的感動 其實我發覺一件事情 當我講到,當我帶領敬拜 我是沒有想到下一句話說什麽的 我在不停地說 但我不是說下一句話說什麽 好像湧流出來的 跟我以前開始的時候講到完全不同 我以前講到,看著這個詞 我要說什麽,好了 怎麽樣進入下一點呢? 下面講什麽,我是這樣 但我現在不是這樣 就好像一種涌流,聖靈的涌流 這個也是聆聽神的一方面操練 這是涌流 這要涌流怎麽要留意呢? 當你禱告的時候 噢,耶穌,你真愛 我要親近你 你就在這裏聽我的禱告 你在陪伴我 你很喜悅 就是這個意念不停地出來 你就順服這個意念 宣告出來 或者是跟著這個意念 就會習慣聖靈帶領 當你講道啊,分享啊 帶領敬拜啊 你也會這樣 然後,靈歌也是這個意思 噢,耶穌,耶穌 噢,真平安 噢,耶穌 但我感受平安,我就這樣唱 我感受興奮 耶穌,耶穌,我愛你 耶穌,我愛你 我擁抱你 就跟隨聖靈的感動 這個就是目的 這個目的是什麽呢? 你會發覺人更投入 自己更投入,別人更投入 更感動 而且,我發覺到我順著聖靈的流 去講的時候 就好像有不停地這樣流出來 人也會感受 你會看到的 有些人他們說話的時候 他們分享啊 都是想上去講的時候 忘記說什麽了 你會感受到 不須連續地流出來 但有些人是連續流出來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方面 所以追求了 抗議 寶寶寶寶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